在一星期之前,我做上一輯節目的那一天 其實發生了一件我和動物之間的事情 但當日還未來得及消化的事情 所以我一路之前上後,最後我都決定沒有在上次的節目中提及到 因為當時不知道要怎樣說好 免得自己說來說去,不知道要去哪裡 經過了一個星期之後,就和大家分享一下一個星期前發生的一件事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事緣上一個星期的星期二,我家的天台就來了一隻白鴿 我家的天台其實每一天早上都有不少的雀鳥停留 即是他們會來一陣子吃東西,又放下一些東西等等 休息一陣子,然後他們就飛走了 每一天早上都是這樣的,有白鴿,有紅耳碑,有麻雀 有時有喜雀,還有其他幾種類型的,我不認識他們 因為我其實很不熟悉雀鳥 很多不同類型的雀鳥每一天都會來 但奇怪的是,在於這隻白鴿 當日沒有離開,他停留在我的天台,並沒有離開 我還留意到,原來他的腳上有一個腳環 我判斷他應該是一隻賽鴿 即是用來比賽的白鴿 他可能是迷路,也可能是太疲倦,很瘋狂的 是需要找一個地方休息 而他剛巧發覺到這個天台,是可以容許他在這裏休息 沒有人驅趕他,也沒有一些天敵對他構成威脅 那他就停留在這裏 那我也不容許他繼續停留在這裏,讓他休息一下 這個江湖規矩 是這樣的 讓他休息一下,想著他休息幾個小時 或者可能一天 網上的資料都是這樣說的 他就會飛走,去找回他要飛的路 但到第二天 我們發覺這隻鳥仍然在這裏 在網上搜尋了一些資料 這些白鴿會吃某類型的水果和蔬菜 我們家人就給他一些水果和蔬菜吃 但他似乎觀察到他應該沒有吃到 他只是喝水 他有喝水 到了第三天 即是上星期四 他仍然在這裏 而且發覺他的情況不太好 身體身體似乎比之前兩天虛弱了很多 之前兩天雖然他不飛 但他除了瀑布在這裏休息之外 他還會走來走去 在天台走來走去 又喝水 但這一天他完全沒有怎樣走去 只是瀑布在這裏 而且很多時間似乎是睡了睡覺 閉上眼睛 全部倒下了 但我發覺不對勁的情況不太好 我打算聯絡 要不就加道理農場 或者是愛護動物協會 因為以前看的新聞資料都知道 這兩個組織是會協助 或者會救一些受傷 或者有病的著料 打算打去其中一個地方 找到愛護動物協會的熱線 準備打他 但當我還未打他 準備的時候 就發覺 哎呀 原來一雙 剛剛死了 他真的死了 離開了我們 離開了世界 那怎麼辦呢 我照打去愛護動物協會的熱線 看看他有什麼意見給我 然後就根據愛協的指示 我就打了政府熱線1823 聯絡了餘護處 來接走他的遺體 這個大家要留意 就是自從十幾年前 香港第N次爆發了大規模的 禽流感之後 我們在香港境內發現 雙鳥的屍體 是要通報給漁護處的 因為漁護處是要接走他 來化驗的 看看他有沒有禽流感的病毒等等 隔了一個星期 漁護處都沒有再找我 沒有聯絡我 大概應該是 沒事了 沒有禽流感的屍體 否則他應該會很緊張 通報告訴我 這次漁護處就來接走他 拿去化驗 整件事對我來說 是非常突然的 我確實有措手不及 我是 不懂得怎麼反應 不懂得怎麼處理這件事的 聯絡了漁護處之後 我定一定神 呼一口氣 定一定經 我才想起 我就走回去 這隻 八甲的身邊蹲下 為他做了一個簡短的 簡單的禱告 是願上主解除他的老虎 接收他整個的Being 以及讓他在上主的懷中 是安息 我和這位 短短結束了三天的蔡吉 我看到他的腳環編號的起頭是 CHN192020 後面還有一串的 大約好像電話號碼 上一場的號碼 應該算是他自己的身份證號碼 但他的字頭 CHN 代表他是來自中國的蔡吉 19是代表廣東省 2020是代表他出生的年份 他非常年輕 我上網翻查一下 白吉 這些蔡吉是可以有 十幾甚至二十年的生命的 2020年出生 他還未夠一歲 何止是英年早逝 近乎差不多是腰節 雖然這麼年輕 但是 從他身上的羽毛上 有兩個蓋印 就是說 他最少是參加過 飛過兩場的比賽 其中有一個印 還印著是洪橋 很清楚 不知道是不是上海的洪橋 如果是的話 他真的非常了不起 不過說起蔡吉 或者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 蔡吉其實是一個非常殘酷的玩意 是經常都會造成大量的白吉 是死亡 而且是死得很慘的 譬如試過會有在海上集體 在海上浸死 因為他們飛不過 不夠體力飛過 很長很長的海面 就掉了入海 不斷浸死了 亦都會他們因為比賽失敗 被主人丟棄他們在野外 被野生動物獵殺 而慘死 人類 很多時候 為了自己的興趣 為了自己的高興 自己的玩意 一些玩樂 而我們就令到其他動物 受苦 甚至受一些 完全沒有必要的苦 這其實是對生命的 無情的踐踏 以及對生命的否定 動物神學其中 一樣要回應的東西 就是這種處境 是基督教信仰 在人類的妄圍 任意妄圍之下 對其他動物所造成的痛苦 其他動物在我們人類的任意妄圍之下 所遭遇的厄運 動物神學其中一樣 要回應的 要處理的 就是這方面的問題 上次我們略為談過 Andrew Lindsay 他最廣為人知的一本書 就是《動物福音》 《動物福音》 《動物福音》 今次我們再簡單地略為 談一談另一本書 給《動物福音》早幾年的一本 在1994年出版的 《動物神學》 《動物神學》 Andrew Lindsay的《動物神學》 是以史懷哲的崇敬生命 reference for life的哲學為起點 史懷哲究竟是何許人呢 一般的信徒 要不你從來沒有聽過史懷哲 但如果你好像我那些老人家 都會在這些年紀 應該都會稍微聽過一下這個名字 一般信徒對史懷哲的認識 通常都是說 他是一個去非洲傳教的醫生 如果讀《動物神學》的話 讀《動物神學》的朋友 你認為他都應該會認識 其實他是一個 新約聖經學者 而且是20世紀前期 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新約聖經學者 他在1906年出版過一本 《沉索歷史耶穌》 然後在1931年出版過一本 《司徒保羅的神秘主義》 這兩本書 都是在20世紀前期 非常響當當的研究新約 不能不看、不能不認識的著作 亦是影響了整個聖經研究 尤其是新約聖經研究 是往後幾十年影響的 但其實史懷哲除了 是一個醫生 亦是一個新約研究的學者之外 他亦是一個音樂家 很厲害 很多才多藝 簡直是一個奇人 他是一個管風琴的演奏家 不是學來玩玩的 他真的是演奏管風琴 同時他亦都是 對音樂有做學術研究 尤其是他專攻巴特、巴克的研究 與此同時 他仍是一個名眾一時的哲學家 而且是憑著他剛才提到的那套崇敬生命 Reference for Life的學說 以及他日後長期的反戰、反核的行動和言論 他得到了195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當然醫生也是他一個重要的身份 亦是他一個很重要的身份 他在1912年才得到醫學的學位 那時他三十多歲 三十多歲的時候 他取得他的醫學學位後 他跟隨法國醫療傳教組織 去了非洲中部西岸 法國殖民地做醫生 後來還在那裏設立了他自己的醫院 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 叫做Albert Schweitzer Hospital 他長時間幾十年 大部分時間都停留在那個地方行醫 去營運他的醫院 這個法屬的殖民地 去到1960年脫離法國獨立 成為了現在的家朋共和國 法文叫做Hepublic Gabonese 幾年之後 1965年 在史懷節 就在甲崩這個地方 處懷安息 其他人將他安葬在當地的河邊 據說他墳墓上的十字架 還是他生前自己親手做的 都相當引人遐想 相當浪漫 史懷哲在1923年出版了他一本的巨著 叫做文明與倫理 Civilization and Ethics 1923年 在裡面提出了他那一套崇敬生命的學說 以及他的觀點 他在說reference for life 崇敬生命 是reference 不是respect 是崇敬 不是尊重 是視生命為神聖的意思 而我們這兩個星期說 Andrew Lindsay Andrew Lindsay的動物神學 就是以史懷哲的這套崇敬生命的哲學 為他的起點 根據Lindsay所說 史懷哲的這套崇敬生命的哲學 是有三個特點的 這三個特點 第一就是comprehensive 即是統攝 包攬一切 即是一個全包煙 而不是眾多的原則之一 即是史懷哲說 這是一個最高無上的原則 是無可爭議 是沒有之一 如果現在我們的用語就說 是沒有之一 他不是最重要之一 他根本是最重要 至高無上的 這一個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的原則 就算愛 和關懷 都是 僅次於 要放在崇敬之下 是因為有崇敬 所以我們要愛 和關懷 他一個最高的原則 是神聖不可侵犯 這是第一個特點 comprehensive 傳包 第二個特點 就是鮑羅一切生命 是universal 鮑羅一切生命 即是甚麼生命都關他事 包括人類 動物 昆蟲 和植物的生命 我們都要崇敬 因為生命本身 就是神聖 就是值得崇敬 史懷哲說 有道德的人 不會問 這個生命 是否值得我尊崇呢 也不會問 這個生命 它本身有沒有感覺 是否感覺到我愛它 是否感覺到我尊崇它 是否感覺到我尊重它 不會問這些問題 有道德的人 是不需要問這個問題 因為生命本身 就是神聖的 我們就應該崇敬生命 所以 史懷哲甚至說 一個有道德的人 絕對有道德的人 是不會 摘下一片的樹葉 不會摘一朵花 不會壓死一隻昆蟲 這個令我想起 以前看過的 一幅風紫海所畫的漫畫 叫做螞蟻搬家 可能有些朋友也看過 這張螞蟻搬家 我記得很久以前 當我第一次看到這幅畫的時候 我帶給了很大的震撼 這個小朋友 因為看到一行的螞蟻 在一起走 在搬家 他擔置一些小椅子 放在那條蟻路上 是恐慌有人 不小心 不小心 去踩到那些螞蟻 或者說會干擾到螞蟻 這個搬家的過程 於是他為他們開路 好像捉一條隧道 或者捉一個 保護罩 保護著這些螞蟻 對我來說 這幅圖畫 很大的震撼 這就是 史懷哲所說的那種 對生命的絕對崇敬 除了 全包的 除了包羅一切生命的 universal之外 他還是無限制的 limitless的 意思是沒有例外的 崇敬生命本身是沒有例外的 沒有任何涉及生命的事情 可以例外拿出來討論 這個案件值不值得討論 這個案件值不值得我們去尊崇呢 這個案件 是不是這種生命值得我們去尊崇呢 不會這樣討論的 真正的不討論個別的案例 不是case by case 考慮的 總之 一刀切生命就是要去尊崇 就是這樣 史懷哲的那一套的 尊崇生命 reference for life 的哲學 就是這樣的意思 而 Andrew Lindsay的動物神學 就是以這種對生命的態度 來做它的起點 然後Lindsay在他這本的動物神學裏面 他還提出了 一個以神為中心的創造觀 什麼為之以神為中心的創造觀呢 大家就這樣罩耳聽 可能覺得有點奇怪 創造不是以神為中心 那以什麼為中心呢 但我請大家苦心自問一下 你想清楚一下 很多時候我們今時今日 現代的基督徒 現代的教會 我們那種的創造觀 起碼是流行的創造觀 很多時候其實是以人為中心 是因為我們覺得我們人類 是上帝所創造的中心 或者上帝所創造的世界 的一個高峰 所以其實是 自覺或不自覺地 是以人為中心 又或者 以了其他東西為中心 但是Lindsay就說 不是創造 是以神為中心 而Lindsay 所提倡的 他所提倡的 以神為中心的 所謂theocentric的創造觀 是有幾方面的 特點 第一個特點就是 受造的世界 是為神而存在的 Creation exists for God 為神而存在 而不是為任何其他東西存在的 即是說這個被造的世界不是為你和我 不是為人而存在的 不是為誰而存在 而是為神而存在的 For God exists for God 第二 反過來說 神是為這個被造的世界而存在的 God for creation 又是第二個for 大家要記住 第一個是creation for God exists for God 第二個for is God for creation 神是為了受造的世界而存在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 創造者 這個神不是冷漠的 不是做了世界出來就算亂 而是祂站在受造的世界一方 與受造的世界和受造世界上的萬有眾生 而是在一起 是同在 是站在我們一旁 好了 然後 他到了第三點 很特別的就是 他說這個 for 神為受造的世界 而存在 這個for 他起了一個字叫forness 這個為 這個forness 是動態的 是靈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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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是昂貴的 是責任的 動態的 意思是 上帝創造了 他不是創造了 就 繞了手就 做完了 就拜拜 而是他持續地 去眷顧著這個世界 持續地在這個世界裏面 繼續在活動中 繼續在存在中 用現在我們流行的香港話 上帝是持續地在繼續撐著這個世界 不只是支撐那麼簡單 而是在撐著這個世界 香港人你明白什麼叫撐著這個世界 靈感的 是inspiration 因為上帝的靈 聖靈 是持續不斷地 繼續在我們這個世界上 仍然在運作 還有他還說 是昂貴 是costly 因為神的恩典 並不是廉價的 是免費的 但不是廉價的 還有第四個特點 神為這個 這個世界是為神而存在的 創造的世界是為神而存在的 第二是 神是為這個被造世界而存在的 第三是為這個 fornis 是動態的 是靈感的 以及昂貴的 第四點 就是最埋身的 對我們人類來說 就是說 如果上帝是為這個受造世界而存在 那人 怎能夠不是為這個受造世界而存在呢 就是我們都應該要跟上帝一樣的 是為這個受造世界 為世界上受造的眾生 而存在 而生存 是嗎 是嗎 所以 Lindsay 說 我們如何對待動物 並不是出於我們的品味 因為我們品味高尚 所以我們愛護動物 我們對他們好 也不是出於方便 因為我對動物好 我保護動物會帶來一些方便 帶來一些好處 甚至不是出於我們的善心 因為我是好人 因為我們善良 因為我們是有愛心的 所以我就會對動物好 全部都不是 動物權利這個概念 是涉及一件事的 就是我們因為他們創造者的權利 創造者的權利是the rights of the creator 創造者都有權利 我們因為他們的創造者權利的緣故 而要對動物所應得的公義負責 創造者有創造者的權利 有rights of the creator 然後這些被造之物 創造者做出來的各種活物 他們都應該得到公義的對待 而我們人類 就是需要對這些他們應得的公義 是負責的 我們怎樣對待動物 就是出於這個樣子 就是出於我們需要對動物 所有所應得到的公義 是負責的 他說動物 是會被規待的 正如他們的創造者 都會被規待一樣 這個正好就是呼應羅馬書第三章所說的 我們是規決了上帝的榮耀 意思就是 其實我們規待了上帝 我們影衰了上帝 我們規待了創造者 與此同時 其實我們 當我們規待了創造者的時候 我們也規待了 創造者所創造出來的 各種的生物 以及整個的世界 對嗎? Lincey在他這本《Animal Theology》裡面 他討論過涉及了其中幾個重點 我略為講幾點 首先就是 弱勢者的道德優先 他提出一個寬容的原則 叫做Generosity Principle 他說寬容這個概念 寬容這件事 是總括了上帝對這個世界的態度 上帝對這個世界 做了很多事情 有很多不同的對待 但是總括而言 都是寬容 是Generous的 是寬待我們的 正如他也寬待人 寬待罪人一樣 他對一切都是寬待的 所以 所以 我們人類 亦都要像上帝一樣 寬待這個世界上其他的一切 第二方面 他談論過的重點就是 人類 他說人類是一個屋人的物種 應該是 上帝做我們是一個Servant Species 我們在世界上的任務 就是要服侍 而不是要做主人 在雲雲的物種之間 我們的角色 是要服務其他的物種 而不是要他們 去服務我們 正如我們對待其他人 我們跟隨基督的人 我們相信上帝的人 都應該 是要服務其他人 作為我們人生的 座右銘 或者我們的宗旨 而不是要其他人 去服務我們 都是一樣的 然後 Lindsay的書中 最後他再進入了幾個 在現代世界 特別是踏入 20世紀末期到21世紀 幾個十分之重大的 和動物有關的課題 就是動物實驗 動物實驗是一個反神的祭祀 反神的獻祭 就是un-godly sacrifices 我們知道古時的獻祭就是對神 是獻祭的 但他說現在 現代人在實驗室裏做動物的實驗 拿動物來做實驗 其實是一套獻祭向我們自己獻祭 是反神 是un-godly的獻祭 然後他也談到狩獵 就是hunting 他說狩獵是一種 遺反福音的 反福音的 anti-gospel的 掠奪吞勢 什麼意思呢 其實他不是說 原始人的年代 人們需要 暴獵 才能吃得以糊口 溫飽 他是說現代的 hunting for pleasure 拿打獵來貪玩 作為娛樂 他說這完全是反福音 是違反福音的精神 我們為了自己的 私慾 完全是為了自己一時之快 請一時之快 去剝奪了另外一些生命的 他們的生命 這個完全是anti-gospel 違反福音 然後 他談到素食 他說素食 是聖經所提出的一個理想 可能有些人會 不同意或者我懷疑現代人 不要說不是個個同意 很多人都未必同意 因為很多人都沒有留意到 沒有留意到 其實在聖經創世紀 講創造的事跡的時候 或者你喜歡叫做創造的故事的時候 上帝 所給人 所吃的東西 在伊甸園裏面 就是說是一個 最原初的初衷 上帝創造了這個世界出來的那個初衷 的default 那個design 是怎樣的 就是叫人 是食原中的果子 沒有叫你吃了原中的蛇 沒有蛇羹 又沒有吃了旁邊的什麼 是叫你吃原中的果子 是素食的 是食果實 蔬菜等等這些東西 我曾經接觸過 看過一些人 去批評 動物神學 或者其實我應該說那些是嘲笑動物神學 或者挑戰動物神學 其實是挑戰做動物神學的人 他說如果做動物神學的人 是素食的話 他就相信你們是認真的 我想這一位 或者這一些 這樣去 批評動物神學的朋友們 大概他們不太認識動物神學 做動物神學的人 以我小小的理解 我雖然是香港少有 認真地做動物神學的人 之一 但是 我也是 要承認 其實我的認識 也很皮毛 以我所認識的 認真地做動物神學的人 我不敢說全部 但是一般而言 大部分 我們都是認同素食的 我們也不敢說我們全部都是很嚴謹的素食者 事實上 未必是 但是 我們起碼 都知道 素食 我們應該要 邁向這個目標 而行為 所以就正如 Andru Linsey所說 這是一個聖經 所給予我們的理想 是我們要向著這個目標 來做的 由他本書最後一部分 他談到這個基因工程的問題 他用一個很強烈的字眼 他說現代的基因工程 Genetic engineering 基本上其實是對動物的奴役 以動物作為奴隸 來對待 他說是animal slavery 什麼意思呢 是拿動物來 在他們身上 改造這個 其實我們是在欺負動物 我們是在欺負動物 在他們身上 在動物身上 做到各種 基因的測試的時候 去看看 這些東西 對人類 可以帶來什麼好處呢 這個就是 將我們的福祉 將我們的快樂 將我們的利益 建立在其他物種 在他們的痛苦之上 在他們的suffering之上 這就是 一種的 奴役 一種的slavery 的姿態 Andrew Lindsay的動物神學 正如我開始的時候所說 是以史懷哲的 崇敬生命的思想為起點 它圍繞著 崇敬 責任 和權利 這三個大的主題 是我們對生命的崇敬 我們對受造世界的責任 以及 受造眾生 其他的動物 的權利 說回史懷哲 或許我們沒有必要 同意 史懷哲的所有東西 包括他所有的整套神學的思想 或者哲學的思想 或者我們也沒有必要去認同 他一切的做法 他在 非洲 傳道行醫的時候 有某些的做法 是引起很多的爭議 我們沒有必要 去認同他一切的做法 但是他所提出的崇敬生命 是一套非常有挑戰性的 一套的理念 到了今天 已經差不多100年了 他在1923年的時候出版的那本書 到了現在 已經差不多是100年的時間 我們對於生命 無論是人類的生命 還是其他物種的生命 又是否真的覺得 是神聖的呢 而且我剛才有機會 確定是誰 是居生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